怎么说呢 毕竟王跑还是一个新的品牌 他刚刚涉足这个网球领域 我是觉得他还是不如耐克 说实话 好 她还好 突然刺开 突然刺开 已经变成了 她还是比较半个 她的 unwilling 你 我 我 这 你 我 我 我 7分钟在Vlog 都擦了15分钟的鞋 一码的拍根是不是又擦脱了又擦鞋 在等会儿把咱们屋给装住 到时候后面是强势鞋 全都让我跑 他妈学院往跑 一强两好的鞋 大家好我是周波炎 今天很开心 收到了 你自己买的 收到了我自己买的 你也太厉害了 你怎么抢我的东西说什么 抢我加了原价是多少 原价是1590 1590 然后我是2100 代购过来的 真的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耐克的鞋型 而且是更像老费的上脚款 因为大家知道老费的鞋款都是市售一个样子 然后他脚上的鞋款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般老费在厂商的鞋都是老款的鞋型 然后用新款的配色这样又混搭 而且它的鞋底永远都是不变的 新款是有一个碳板的 整体的鞋型其实跟Svapor 9.5 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昂跑鞋这款是外掌会更向外去扩除一些 看起来并不像常规传统意义上的网球鞋 更像是一双跑鞋 因为它鞋面的设计更像是跑鞋的设计 而且我穿上去的感觉也是鞋面 感觉非常软 穿上去的脚感更像是网球鞋的底 加上了跑鞋的面 因为跑鞋的面它是偏软 然后透气性比较强 老款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偏厚的 更厚实一些鞋的 鞋面感觉非常的薄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细节 是瑞士的国旗 侧面的网眼其实我不知道 镜头能不能看得到 这个设计其实里面会透一些这样的人字纹 有点像潮汐那种 因为这个地方会很明显 就是这样的纹路 其实从侧面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方会跟常规传统的鞋不一样 它做的很大 然后这个地方是在你 借的鞋带之后 可以直接 这样即便你鞋带开了也不会散落 对 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设计 整体的脚感 我会觉得穿上去 会觉得前掌内侧的部分会比较塌 它会比较薄 然后你穿上会稍微觉得这边会有点硬 但是其实你在打球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启动会反应速度会更快一些 因为你在 下蹲登地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给你及时的反馈 这一点上我觉得要比耐克会好一些 但是觉得脚感上 你踩进去给我的感觉 会是 你整个人好像是这个感觉 进去的 你踩进去会是这个感觉 底子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偏硬 相对耐克来讲 会偏硬一点点 然后整体的脚掌是非常宽的 这个我这次是相信 应该是真的根据老费的脚型来设计的 因为老费的脚掌是比较宽的 可以 大家可以从他比赛来的 他真实穿的鞋身上 能够看得出来 非常的宽 脚掌这个步 这款跑的鞋上脚的感觉 感觉是不像网球鞋 像跑步鞋 大家应该知道 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 在对抗的时候穿的是Ultra Bose 因为那天我没带网球鞋 所以我忘记带了 所以我就只能穿那双鞋去打球 其实脚面的感觉跟那双鞋 其实很像跟Ultra Bose 但是鞋底感觉像是 嫁接了一个网球鞋的鞋底 所以包裹是非常好 你穿上你会觉得 你不会敢去做更多的蹬地 因为你会觉得鞋面比较软 但其实当你把鞋带积紧 然后去做一些高强度对抗的时候 给你的感觉是 OK这两边可以完美支撑 你很大幅度的蹬地 或者是急转急停之类的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我会觉得这个地方 外侧的塑料这个板 可以帮助你更多的去制动 它们都会存在这个东西 就是说的话 你会涉及到横向跟纵向的移动 你横向移动的时候 就需要你外侧的板来支撑 我会觉得这个板会偏硬一些 昂好的外板会更柔和一些 因为可能是鞋面给你的感觉来 我说它两个脚掌 这个感觉给我 会觉得有点别扭 会不舒服 当然它的制动性 这个方面也还可以 但是还是不舒服 就这么简单 还是不如耐克 我承认我也是老费得到裁份 所以必须第一时间顶上 可能以后穿习惯了 就会夸唐了 说不好谁知道 说实话 碳板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看 WAPER这个 其实它红色系 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其实它也是硬的 我觉得它们两个感觉是一样的 在场上一样的 感觉不出来 感觉是一样的 感觉不出来 就你上场的时候 感觉不到碳板的存在 对 其实我上场是完全感觉不到的 我反而可能会觉得 这个稍微硬一点 可能是因为 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很薄的缘故 就是你上场的时候还觉得 反倒足弓还更顶的 对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硬 对 就是因为它上下的反差比较大 因为上面是软的 下面又非常硬 正常的跑步鞋的话 应该是上面软 然后下面也比较软 就像比如说Ultra Bose 因为跑步鞋 你不用考虑横向移动 你不用去做一个极刹车 侧面的极刹车 所以跑步鞋 不会在侧面安装起皮 这个鞋就给我感觉 是一个加接版本 给我感觉是不太成熟 是红色怪的 是这样 我不知道老黑脚上的一双 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觉得它应该会有调整 跟Ultra的设计在内部 有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不是很奇怪